爸 王冲敏她老婆 小康 怎么回事这是 招呼都不回答了 叫二嫂 爸 是不是二嫂我们先不谈 既然她不喜欢去业务部 而喜欢坐我的位子 那好 我副总经理的位子 让给她吧 这怎么了这是 董事 我说不好 我带保莲娜 去了我的办公室 可保莲也是兴棋 做了少康奏位 但是保莲什么都没想法 这点小事 也至于拿回家来谈吗 董事长 我是无心地坐了一下 王副总的位置 可王副总咄咄逼人 说我要抢他的职位 我一下气不过 就回了他几句 结果他得礼不饶人 非要回来找董事长评个礼 所以我们就来了 少康啊 我爸 我不是谁 知道了 都是我的错 不不不不不 少康 我没有说你错 宝莲啊 不管你是谁的妻子 或者是谁的亲戚 你都不能随便坐在 副总经理的位置上 啊 这件事情我要批评你啊 是 董事长 这件事情是我不对 对不起 董事长 这件事情要快要就 好了 不要再提了 不要再提了 自己一家人 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好不好啊 你们各行其职 把工作做好就行了 我汪汪耀 历来赏罚分明 华莲啊 如果你认为你真的有能力 凌驾于少康之上 那我也不排除 着生你为副总经理 谢谢董事长 爸 怎么了这是 全公司的人都回到家里干什么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要跟您汇报一下 说 现在欧洲有一笔 几百万美元的订单 我可能需要过去一趟 行啊 少华 你比你老爸可强多了啊 带着我们的资金 全投到美国的分公司上去了 我们的资金 为什么都投到美国去了 因为我们需要 先购买原材料 怎么会呢 那之前 之前的几家公司 我都沟通过 可是因为他们转投 其他的项目已经失利 他们没有钱购买原材料 所以他们联合涨价 这点他们很坚持 那我们就找别的厂家呀 别的厂家原材料更贵 是贵了一些 但是为了公司的信誉呢 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 这么 董事长 这件事情去交给我来做吧 尽量 我让他们原材料 价钱压低一点 行 这件事情 就由你去谈 好 爸 因为这个公司 我们没有合作过 但他们前提 是要我们先付款 而且数目很大 要付多少 三千万 那就付吧 现在我们资金 可周转的 只有一千万 差这么多 爸 我们要不要先试试 抵押贷款 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这样处理 董事长从经理 我们王氏企业 在商界是大名鼎鼎 而且一向信用都很好 我们和很多家银行 都有来往是吧 那当然 虽然王氏企业做得很大 房地产又多 当然不愧罢财力 但是 为什么要白白地浪费利息呢 我觉得 我们可以向银行 成对汇票 这个方式我想过 可是爸爸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不愿意这么做 他怕原材料供应上 会觉得我们王氏企业 他霸道 令到他们 他没有安全感 不 总经理 用银行成对汇票 是用有限的资金 做更大的生意 能解决暂时资金上的不足 以我们王氏企业的信誉 银行一定很愿意 为我们提供 银行成对汇票的 我们再把成对汇票 交给原物料商 那原物料商 再看到银行的保证 一定会提供原物料给我们 如果原物料商 他自己缺钱 就自己贴利息好了 这样一来 我们王氏企业 一分的利息都不用出 可我们公司 可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陈队汇票 会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形象 不会的 沙康 陈队汇票对我们来说 应用会更灵活 我认为 这件事情可以这么做 好 爸 我知道了 我按照您的要求去做 谢谢 J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